去年跌了6000点的空头行情里面 我想涨幅第一名是叫轮飞 4.6倍 那这样个股 其实各位过去 如果有收看我节目的话 我有特别提到 它是因为什么 股本剩下不到3亿 然后转型成功 所以它股价一飞冲天 再加上选举前有一些想象空间存在 那高利我想今天也再创下波段新高 这座除能的概念股 主要是接美国Broom Energy的订单 来自于南韩的海力士 那东北游艇我想订单 在去年11月份 接到彰化银行51连带案 接到连带案之后 其实还是ESG 你要做减碳的生产 你就可以获得利息的减面 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 是目前全流行在保护地球的概念 那订单也蛮载 所以股价在今天也是排行到第三名 这两天都攻涨停 连续两天涨停班 那这个股票其实我认为在开放盘之后 应该还会有高点 这股票还可以 短线上还可以做期待 所以继续跳躍 要说大涨特涨我不敢讲 但是短线上一定还有行情 OK 那美食也是一样 这个刚刚又获得肺癌的新的 美国的一个暂时许可证出现了 所以我想这家公司 美食过去如果有追踪这家个股的话 它在癌症方面的用药 其实研发的速度跟数量都蛮多的 所以涨幅也名列前四名 那泰毛这样个股会涨幅这么大 主要是价格够低 第二个什么 这涨股 那是做汽车活塞的 它主要是因为来自什么 它有处分业外收益 相当大的收入 所以造成大涨 那这个是安控 这个在前一阵 去年底有一个流行的一个主流股 金锐安控股 这是因为美国去中国化 那个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 那银帮这个我们上一次来 有跟他提到过 对银帮 这个是伺服器云端的什么机壳 它有它制作的门槛 虽然你不要看小小机壳而已 那在涨幅也高达1.7倍 那再来是光 主动元件的华星光 在历经六年亏损之后 去年开始转货为盈 所以涨幅也高达1.6倍 那全油也是一样一档 其实它获利并没有明显起色 稍微转亏为盈而已 但是跟着轮飞一起涨的 也高达1.5倍 这一档是去年底的 美台合作生产 这个所谓的武器当中 诞生了乌克兰概念股的雷虎 所以去年我想各位 从这十档股票看来说一个事实 一定要有什么 很大的转积性 那很大转积性之外 只要EPS够高 然后它的提债性 还在持续过程当中 它股价可以造就 变成所谓的长辈股 所以一样的道理 其实这个逻辑 每年都一样 也就是说你只要能找得到 什么产业 什么股票 它有延续性的订单 而且当年是不是刚刚被发掘出来 新的概念 新的题材 那它就有机会造就 这样的长辈股 这也是符合刚才昆仑老师讲的 要找新的题材 这是一个重点 好我们来看下面 这是长辈那这是二丸 这是二丸 去年二丸股票我想记得 亚方 那有机会翻身吗 OK 我们在谈这之前 我有没有跟亚方问过一个问题 我说你买衣服会买基本款还是流行款 有没有记不记得 股票一样分基本款跟流行款 那今天各位看到二丸股 我刚刚看过一遍 像疫苗的高端 这做疫苗的 还有包括身锋做手套的 手术手套的 OK 还有包括 这个惠特 这个不是惠特 它是做LED 这个因为它的产业的关系 然后这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所以这两档个股呢 其实可以发现到 它跟疫苗有关 所以时间一过了 它就回来了 所以是流行 所以是属于一种流行性的 它不是长长久久的 它是偶尔会有爆发型 爆发过就要等下一次 不知道什么的 最好不要发生的事情 OK 所以从这个 这些个股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励志的这样个股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 电源管理IC 不过因为它今年新品 两大厂商新品已经出来了 所以它开始慢慢有转积 虽然你看它跌幅很大 排行在第四名 从上千元跌到剩下两百多块 剩下百分之二十的股价 那但是今年的上游的新品 这个显卡 做显卡的厂商 AMD跟NVIDIA 新品已经出来了 所以开始慢慢会有新需求出现 那就是说有机会翻身 对 反而在这里面 你去找翻身的股票 所以从所谓二丸股里面 只要它不是流行性的股票 就一段时间不会再来的 对 那你去找 它如果是因为去年消费性电子不好 或者新产比延迟推出的 而跌幅够大的 反而这里会出现一个 很好的破断性的买电 谢谢老师 所以这个族群当中 反而可以特别留意 如果以虎年的这个指数涨跌 严格来讲 如果我们去年一月二十六要封关 到今天 以收盘这边来看 是跌了两千七 但是如果上冲下写 超过五千七百点 快六千点 是 没错没错 大家都记忆犹新 惊涛骇浪 好 挥别了 我们就要往那个兔年来看了 对不对 没错 我们先上一个资料好不好 帮前老师上一个天龙地虎的概念 老师是帮我们分一个电子跟传产的部分 我们看他们股价今天的一个表现 所以通常帮我按一下 老师的天龙跟地虎的概念 这个是非电的天龙指标 就是算是传产的 非电子的 我想我们在谈非电跟电子 为什么排电子跟非电子 我想去年是因为电子股算是一个 大的空头年 但我们看到去年年底 大盘从一万三千年不到 带大盘上来两千点 电子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IP股票 IP的创意 这是我们我记得第一天节目里 跟他提告 金星科M31跟世新 只有世新这波段 没有创下波段新高之外 这三档股票基本上都创前波新高 那创历史新高是创意电子跟M31 只有金星科还差一点点 临门一脚 还没创历史新高 那这些个股 我想大家看这个股票的过程当中 是给他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些股票 为什么能够创股价的历史新高 是 因为他营收不断在创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业绩题材上来的 而且各位看到 这刚才那三档股票是因为什么 台积电法说会在12号 已经确认一件事情了 虽然第一季可能是个谷底 但下半年蛮确定是复苏的 会比上半年好 下半年确定很好 而且全年起来是微幅成长 代表什么 下半年成长力道可以盖过上半年的衰退 代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台积电如果好 IP股票一定好 所以IP股票 今天大家看这个重点在哪里 这些股票其实是在前面2000点的领涨个股 这些个股在一段时间一个多月之后 它有回档有整理 但是没有大跌 OK 代表是业绩题材股 滚拈来 冻好了 香 雪 鱼 牛